民事局警方日前逮捕到一名 竹聯邦名人會的分會長 他因為先前曾經在澳洲入獄7年 所以認識香港的毒騷 竟然幫他從大麻合法的國家 非法空運毒品來談 而且他是把這個大麻 以湯果餅乾作為掩飾 在負責牽收的包裹 車手被逮捕之後 朱信主席發現隨時是淘擠夭夭 那麼由從台南往北部逃出來 但沒想到逃到陽明山上面 以時速破敗和警方上演的警匪追逐戰 白衣男子僅僅靠在山壁上 無法動彈被警方控制 遠景僅踩刹車並在車內搜查 因為這名男子在國內非法販賣毒品 甚至在陽明山上上演精匪追逐 市民分局接獲報案 趕到山上之源 白色轿車就是朱信主席的車輛 在陽明山上和刑事局刑警 已破敗時速狂飆 甚至衝撞真房車 最後人被尚號逮捕 而這名朱信主席會曝光 就是因為車手幫忙牽手包裹 戴著安全帽的車手 在油污車前牽手包裹 刑警早就在後方等待 牽手完畢後上前逮人 在台灣的朱信主席 因為走私毒品在澳洲坐青年牢 認識香港嫌犯 幫他進口大麻 再由嫌犯替他從大麻合法的加拿大訂貨 以糖果餅乾掩飾空運回台 那這朱信主席非常狡猾 他一發現有疑似警方的巡邏車 增防車在跟肩之後 開始以破百的時速 在陽明山的仰德大道 還有永公路一帶狂飆 當時張信車手因為在台南善化區 牽手包裹背帶 朱信主席得志後逃之遙遙往北部逃竄 最後在陽明山上遭到逮捕 雙手上靠跌著頭 朱信主席綽號小豬是竹聯邦名人會的分會長 在澳洲走私毒品入獄七年 因此小有名氣 正會走私約四百萬元的大麻 這次狼狽招待 就成家名思洛宇台北採訪報導